哈喽,我是女摩托 好几天没有更新了 跟大家汇报一下新疆现在的一个口罩情况 以及我接下来的一个打算 前几天从巴音布鲁克出来之后去了龚乃斯 在龚乃斯住了差不多一个礼拜 但是呢,这个口罩问题一直没有好转 反倒各个州基本上都有新增了 所以呢,我就把我的摩托车寄存在了龚乃斯 把我妈送到了库尔勒的机场 昨天已经让她从库尔勒坐飞机 回到了陕西的老家 昨天晚上她已经到家了 然后我接下来的话呢 我是打算自己开车回去啊 开车回去,我把车开到云南 还给我云南的朋友 然后呢,我已经连续跑了三年新疆了 前年是跑到青海的花土沟 然后新疆这边管控不让进疆了 没有完成 然后去年是从219跑到了喀什 第一天刚到 第二天新疆口罩管控 在喀什待了半个月 后面跟桃方一样出江 今年呢,好不容易到了独库公路 到了库车 结果第二天伊犁就有疫情了 其实摩托了两年多了 伊犁啊,一直是我的一个执念 因为我17年的时候 我去过一次伊犁 那时候是背包客 但是交通很不方便哈 我当时我就被伊犁给震撼到了 所以我就想着我一定要骑摩托车去一趟伊犁 结果这一次又这情况 我们从口罩问题开始到现在 我在这个新疆这个地方已经呆了十来天了 但是一直没有好转 所以呢,我就打算把摩托车先放在这边 然后我自己把车开回云南 在云南休息一段时间 等这个口罩问题缓解了之后 我再坐飞机 到库尔勒再去取我的摩托车 完成我的伊犁之旅 不然的话心里边这个执念呀 无法消散 嗯,现在今天早上从库尔勒出发的 这会儿已经到了吐鲁番 今天是打算呢,直接出江 这几天也不打算下高速了 每天就在高速上面 搭个帐篷或者在车里面 睡一会儿好了 嗯,一路高速回云南丽江 然后这几天就先不更新了 等我从丽江出来的时候再更新吧 感谢大家的关心 感谢大家的关心